林俊杰失恋时候创作了这首歌,歌词太过真实,让人听了忍不住流泪众所周知,从1996年出道以来,林俊杰在歌坛的影响力也越来越高了,而且非常受欢迎,虽然林俊杰的专辑质量越来越高,名气也越来越大,不过感情生活却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, 即使在2003年上综艺的时候就强调Hebe是自己喜欢的类型,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,依然没有什么进展 因为出道以来就创作了很多经典的歌曲,因此林俊杰从出道起就被关于亚洲歌坛小王子称号,很多人都不能模仿出他的声音,非常独特 记得当年林俊杰因为异曲,江南,红殿国内外 如今的他退居幕后成为人师,像小鲜肉张艺兴救师从林俊杰,但是他留下的华语经典一直留在很多八十、九十后心中,被很多人翻唱着 小鲜就简单的给大家举几个例子,相信就有很多人听过吧,比如,江南,一千年以后,曹操,最赤壁,一百天,他说,修炼爱情,可惜没如果,不为谁而做的歌,这些歌曲相信你们都听过的吧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很多的歌曲都是有自己的故事的,这些故事有好有坏,所以很多人经常会被感动到,会被戳到自己内心柔软的地方 还记得林俊杰有首歌曲是,可惜没如果,在林俊杰第一次看到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,就是气不成声 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并不是这首歌,一起来看看是哪一首吧 这首歌的名字叫就叫做,学不会,学不会,是林俊杰在2011年感情低落时创作的歌曲 他认为他在感情方面学不会拿捏力度和自我保护,容易陷进感情里,所以创作了该曲 该曲先后获得第十届music radio中国top排行榜港台年度金曲奖 可以说取得了很高的赞誉 这首歌能够引起听众的共鸣 另一方面这首歌的歌词也非常的真实,让谁都没有想到 相信很多人都并不知道这首歌是林俊杰因为失恋而写下来的,如今却成为了很多失恋者寻找安慰的神曲 在低沉的旋律中,寻找当初一起经历过的甜蜜回忆 那么你们听过这首歌吗? 不知道大家听,学不会的时候会不会想起当初呢?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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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